黃百明帶同藝人拍《天南》和《陳靜》等等 現身機場準備飛去馬來西亞 出席當地電影發行相切的錦鷹宴 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響 身為電影公司和戲院老闆的百明哥 坦然都要安全至上 如果有些容許的話我們再拍 現在我們的戲院都加強了清潔和消毒的工作 更加多了所有入場的觀眾 我們都會和他們量體溫 而且從明天開始 所有觀眾入場我們都會送他們口罩 希望大家都戴著口罩來看起來 會安心一點 我知道有政府的人 是和我們戲院商會商討 好像暫時未有一個共識 所以在未有這個共識之前 我們自己戲院做足一些安全措施 講到防護裝備 三位都戴上眼鏡和口罩 黃百明和Dada還掛著 副離子空氣淨化機 很新鮮的感覺 連今天和傳媒聊天 都是這樣的裝作 平時是完全不行的 我覺得要保持一個正面 很正面的心態 我覺得很快就沒事了 我覺得不需要太急 如果有的就留給需要的人買 其實自己有 可能有十天八天的時候 都應該足夠 不夠才再去找